謝謝 來關有請部長 好請陳部長 黃委員好 部長好我們上次質詢的時候 針對蘋果吸打的事件其實有一段 充分的討論 那天部長所展現出來的態度其實我蠻肯定的 但是我必須要講 整件事情後續的發展到現在 讓人很失望 不僅是失望 甚至我在最近這段時間當中 四面八方 接到各式各樣的抱怨跟怒吼 我為什麼這樣說齁 我一步一步大概不展開 我們上次質詢建立的事實 是在9月初的時候 大西洋飲料就已經知道蘋果吸打出的問題 但是它消極不作為 沒有去做任何的事情 那後來 民眾有跟新北市衛生局檢舉 新北市衛生局說 它要桃園市衛生局查明 這個故作被認為是在踢皮球 好 結果搞了半天 我們終於看到新北市政府它有一些行動 它密11月14號 要全面回收下架 來 部長你知不知道 流入市面到底有幾箱 在我們所收到的資料 總共到9月28號之前 那個生產線所生產的372萬 372萬是平嗎 平平2000系 所以你如果說是以箱來講的話 這62萬箱嘛 那他們回收了幾箱 現在回收了幾箱 你知道嗎 總共在之前之後 總共現在收回64 64萬坪 整個差不多10萬箱 11萬箱 來 你們看一下齁 按照我目前拿到的資料 62萬箱進去 大概將近300多萬坪 一箱6坪嘛 所以我們乘以6嘛 372 回收了8萬8千多箱 這個比例差很多耶 還有53萬箱耶 因為它那個中間就 前面那段就販賣掉了 那販賣掉了要怎麼辦 現在販賣掉了有多少 現在如果說 有問題的62箱 我們進入了市場 回收了8萬多箱回來 現在大家在關心的 還有53萬箱在哪裡 是全部都賣掉了 還是有一部分還是處於 能回收上回收的狀態 這個部分 現在有數字嗎 這個現在齁 我前兩天也在跟市藥署 討論這個事情齁 我也請市藥署 他們再進一步去查 好 因為這裡面 就是在11月12號之前 廠商號稱它自主回收 所以收了42萬 那我們在一個月 11月12號之前 我們再強制它來下架 就會回來 就變總共64 換句話說我們一個月這樣 最後一個月還收了20萬箱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是不是有下架不實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希望 因為它照理如果它自己自主回收 花了兩個月 應該是把它收得很全的才對 剛剛部長喔 講到一個關鍵詞 下架不實 如果有回收下架不實的狀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所掌握到的數字 差太遠了 很多消費者大家在關心的事情是 如果有53萬箱 處於還沒有回收的狀態 在哪裡 現在放在哪裡 是不是全部都被喝下肚了 因為這個數字到目前為止喔 還不清楚 好 部長 因為我們這裡可以去查它的銷售額 我們可以查它的銷售額 下架不實 有沒有徹底的回收 其他東西在哪裡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中央主折還是地方主折 在 主要還是在地方 不過我們還是有指導的那個齁 指導的權力 現在我們地方政府 在實際上面執行的時候 我再進一步帶 部長看齁 我們上次在質詢的時候 我提醒的是 不要輕罰重放 為什麼說輕罰重放 六十幾萬箱 三百多萬坪 結果上次罰一百萬 上次罰一百萬 那個數額出來了以後 就是 大家聽了說 哇 我們的政府喔 對這些大廠商 竟是如此的寬容 誰來為消費者的食安把關 部長您說 你對於這樣的數額你也不滿 你會要求地方政府 他們去做 結果呢 結果抽檢了以後 還不是只有前面的問題喔 還新驗出了有霉菌 酵母菌 結果 再罰一百二十萬 部長你覺得 前面罰一百萬 太輕了 我們還講到食安法 第十五 規定的適用 現在再罰一百二十萬 你覺得符合比例原則嗎 夠嗎 對廠商會有嚇阻力嗎 對它是根據兩段罰嘛 上次三萬到三百萬的 裡面我們罰了一百萬 那今天早上那個 新北市這邊罰了一百二十萬 是針對裡面有一些 等於是有害物質啦 有細菌等等的 所以要開罰一百二十萬 那我們現在要研究就是說 我現在還在意就是說 那到底有沒有下架真實 我覺得那個數目 我覺得應該在查 對好 我們把問題釐清楚 第一個 上次我請教部長 我們的關鍵是說 他是不是已經明知道有問題 他還繼續賣 對 那這個事情如果建立的話 絕對不是罰一百萬一百二十萬 他等於是 罔顧消費者的健康 繼續販賣這一些 已經變質腐壞的產品 但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社會大眾還沒有答案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 就是您剛剛所講的 他不僅是前面故意賣 後面也下架回收不時 這件事情的責任也要追究 後續再處理這些事情 部長認為還需要多久 我覺得行政上面 我們認為要多久 我現在覺得應該是清查 他整個販售的額度 跟他出廠的額度 跟最後回收的額度 這裡面來做一個比對 今天上午最新收到 這是當初的吹哨者 我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內部的文件 吹哨者的怒吼 地方政府各自為政 侵罰縱容 就算質詢失望 也拿他們沒有辦法 我跟吹哨者搜證 希望可惡的不肖廠商 可以被縱罰 實在是很失望 我老師跟部長講 我今天早上收到這樣子的訊息的時候 我心裡很難過 他某個程度上面 講的就是說 今天我告訴你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在國衛電堂上面質詢 部長也做了承諾 So what 大家一定要繼續這樣侵罰縱容啊 大信仰飲料 非常了不起啊 哪有在怕 三百多萬瓶 出去了 罰個220萬元 這是在開什麼玩笑啊 更離譜的事情喔 是 我看了這個簡訊我很難過 有新北市衛生局的同仁 發這個訊息給我 他說黃國昌 你是不是齁 在處理食安問題的時候分顏色 我看到這個簡訊 我心裡難過得不得了 什麼叫我處理食安問題在分顏色 他說你為什麼只打 新北市衛生局 為什麼桃園市衛生局 你不敢打 那我就說桃園市衛生局 做了什麼事情 需要被究責 這個是他發行 丟給我的東西 他說事情一爆發的時候 新北市衛生局 發行給桃園衛生局 毫無下文 你有沒有看到最後這一句話 他說他16號 就含疑桃園市衛生局查查 結果最後一句話是 至今尚未收到回覆 在台灣喔 如果連討論食安 消費者也好 第一線的稽查人員也好 大家想到的只有踢皮球 跟看顏色的話 台灣這個國家會沒有救 我現在沒有要去講 到底是新北市的錯 還是桃園市的錯 但是這件事情 策查到底 該負責任的負責 大西洋營要給消費者的交代 要給消費者的交代 該有的處罰 要有處罰 現在只有一個人 有這個位置把這件事情做好 就是部長您 部長你可不可以承諾我 你一定會搞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至少我已經請 一定要去了解他的銷售額 我現在就是說 如果這一關沒有做好 其他都是假的 那個量把它算清楚 我們就知道他到底 有沒有誠實在做這件事情 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是不是明知還顧賣 對 甚至發生事情還下架不時 那地方政府是不是真的有 踢皮球 是不是有人擺爛 這種事情老實講 我監督不到新北市政府 我也監督不到桃園市政府 但是衛福部食藥署 你們作為中央主管機關 可以把地方政府找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把它調查完整 給消費者清楚的交代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我們應該做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請 李彥秀委員質詢 謝謝